我们这样就在它背部 刚才我看到这个区域 在里边我们选几个血尾 来针刺一下 比如说这个肩甲部的 疼吗 不疼 对 竞争很快的 大家能看到吗 能看到 我就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来 这是享受 享受 怎么着 有什么反应跟我说 这两针有点疼 刚才那四针没什么感觉 这样取得夹鸡血 这就是针对这个背部疼痛的 对 我们就扎这几根吧 好吧 这是我们在做第二副图 我们来看一下 就只扎了这么几针以后 会不会有变化 33点75 还可以上走 取针吧 好 是有变化的 起针有感觉吗 没有 没有 好 等我上了 我们来给他做一个刮杀 大家体会一下 先把它涂抹均匀 然后我们再刮 一侧一侧 用刮板的角 前三分之一 用刮板角的前三分之一 挨着脊柱 就是我们刮它脊柱的两侧 一个要点 单方向刮 不是摩剃头刀子来回刮 你看单方向促进血液循环刮 这是第一 第二个 一个部位刮二十到三十下 别没事刮两三个小时 你感觉怎么样 特别烧的 特别烧的 这是正常的吗 对 好 你看我就刮了 你看 我这单方向 而且开始刮很轻 中间稍微加一点力 最后再很轻 你不要让人家本来背痛 你来一块 好 所以就OK了 OK了 现在可以拍一个 怎么样 挺舒服的 我觉得 自然自然 确实觉得挺舒服的 好 我们再来拍张照 来 现在看到当前的温度 刚刚是三十三点七五 对 现在大家看到 这温度多少 三十四点六五 刮似的部位 它的血液循环 明显地增加 跟旁边对比 颜色有很大变化 对 对 就是血液循环 好 好 谢谢 好 给它体会一下走挂 让它挂在身上走动 就是一过去都可以走 所以我们在有些疾病 尤其是伤分受寒的疾病 还有一些我们经常走惯 尤其在背部的走惯 跟中老年朋友学会的 捏肌的方法是一样的 小孩子消化不好 长不高个儿 那你就给他走走惯 你看 舒服吗 舒服 舒服 所以这个走惯的时候 用力要均匀 大家给我放个慢镜头 看里头的肌肉 你看 疼吗 有一点疼 是吗 那么在这里头要讲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在这个拔惯的方法很多 有时有闪惯 有着惯 有排惯 现在我讲的是走惯 那么走惯的时候 一般要选择肌肉 比较丰满的 脊柱两侧和大腿后侧 这些部位 不是说哪都可以走惯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 走惯的时候 吸力不要太大 吸力太大的话 它走起来 它也有疼痛 所以你要掌握这力量 你看 这样它感觉很舒服 你看 舒服吗 舒服 舒服 现在已经就是蒸酒 然后再加上刮痧结束了 感觉怎么样